電信業者西手職棒隊舉辦了 漢將中學主題日 這兩天來在臺北大巨蛋 湧入到三萬五千人來關戰 也創下主題日關賽人數新高 而即將後爭戰 巴黎奧運的桌球翼姐 鄭宜靖 他也穿上了九十九號球衣來K球 期許自己在巴林奧運成績 可以再創高峰 也祝福職棒球員長長久久 保持亮眼成績 桌球國手鄭宜靖投出 一季強力好球獲得球迷大聲喝彩 知名電信業者攜手職棒隊 舉辦漢將中學主題日 今年首度在臺北大巨蛋登場 活動兩天湧入超過三點五萬人次 創主題日關賽人數新高 二十六號鄭宜靖穿上背號九十九號球衣 登板開球 他表示九這個數字 寓意職棒選手長長久久 保持亮眼表現 我覺得身為運動員 當然是希望運動生涯 可以長長久久有好的表現 跟好的成績 我就是你的開展是小太陽 啦啦隊女神慈妹在場上 與粉絲熱情互動 二十六號賽前還舉辦 笑花笑草選拔頒獎 獎項包含智能手錶遠端遊戲服務 約定方案等 總價值破兩萬元 而電信業者在場外推出的五大活動 同樣讓球迷目不暇己 像是虛擬分身貼圖體驗 特別在APP內建置主題球衣 和應援動作 讓球迷跨越虛實應援 還把最新的一站式充電服務 搬到大巨蛋 展出二十二千瓦三倍速充電樁 民眾只要體驗完成 就能拿到充電金停車金等優惠 從這個早巡停車位到早巡充電樁 到我們接下來推出的Type 2 直接充的這個電槍 還有最高二十二K瓦的三倍充的規格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這個節約時間 又可以節約金錢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更好讓用車的車主 感到在台灣可以放心的購買電動車 電信業者用實際行動支持體育發展 連是七年舉辦漢匠中學主題日 也強化音響舞台等設備 希望帶給球迷最佳觀賽體驗 記者綜合報導